第59章 气氛一度紧张 阿里健壮想缓缓大家的情绪 便对李瑞说清玄交代的事 清玄要李瑞这几日做好准备 因为接下来他要忙于开导怨鬼的事 李瑞回好 他以为这事早已被遗忘了 阿里回没有 清玄一直记得 只是之前发生的太多事情 清玄想等事情都告一段落 才开始实施这个计划 李瑞说他早就准备好 随时都可以开始 阿里得到答案后 和大家交谈了一会儿 就先回明界跟清玄说了 隔天学松下楼 对施仲昆说 他想换掉这身碍眼的衣服 施仲昆一听 赶快也带雪松去购买合适的衣服 雪松虽然话少 但对施仲昆还是很有礼貌 只不过他面带幽龙 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所以施仲昆希望雪松 能跟在他身边一起抓鬼 顺便适应人间的生活 雪松爽快的答应了 这天放学 施仲昆开车了在施文旗 李瑞颖跟南清清回家 在车上一直弥漫了诡异的氛围 李瑞颖跟南清清 喵坐在前座的雪松 他就像一座大冰山 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有时会发出急声音 来回应施仲昆的话 而施仲昆起异常的安静 一上车 眼睛死盯住手机 曾经在自己的世界里 也不跟他们交谈 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 却让李瑞颖跟南清清 如坐针簪般的难受 好不容易到了李平店外 施仲昆起却第一个下车 快速的冲进店内 施仲昆和雪松等人 才陆续的走进去 李平和往常一样 问候孩子们今天上学如何 要他们去洗手吃点心呢 南清清一坐下 先打开笔记型电脑 施仲昆跟雪松坐在他旁边 对面坐着李瑞颖跟施仲昆起 雪坡端着点心过来 分给大家吃 大家拿点心时 却发现了少了雪松的份 雪松也不说话 老神在在的坐着 施仲昆起只光顾了吃他的点心 也不理会 南清清看施仲昆 眼底近视怎么办 施仲昆无奈 才要做下一个动作时 李瑞颖自动的把自己的点心与红茶放在了雪松的面前 李瑞颖微笑让雪松平常了点心 他还有事要忙先走了 讲完离开了位子 往吧台走去 雪松意味深长了 看下了李瑞颖的背影 李瑞颖到了吧台 拿出了冰箱内的金沙跟可乐 雪松凑到他的身边 问他为什么把点心让给那种人吃 他马上再准备一份给他 李瑞颖说不用 他不饿 指他们是兄弟啊 干嘛弄成像仇人似的 结果雪松居然回 他们就是仇人 李瑞颖被雪松直白的答案 呛得有点不知所措 但还是劝雪松 家人间有什么误会 得尽早解释清楚 免得破坏兄弟间的感情啊 雪松别过头 指他们之间的事 他不要插手 反正他到时都不会认这个兄弟的 然后往别处走 李瑞颖无奈 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不讲清楚 他想帮忙 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算了 先进观其变吧 端着盘子走到外面 放在桌上的苗苗来 过一会 苗苗出现在位置上 开心的享用他的点心 孩子就是孩子 有零食可吃 就开心成这样 还是当孩子好 无忧无虑了 李瑞颖心里想着 第六十章 牧尘神尊的声音突然出现 李瑞颖有点意外 看身边的牧尘神尊 问他怎么出来了 那鱼缸内 牧尘神尊说 装雨装久了 想出来活动筋骨啊 李瑞颖歪着头 说现在又没有谁在监督他们 牧尘神尊干嘛还装雨啊 牧尘神尊敲李瑞颖的额头 说站要有站项 李瑞颖疼痛而摸摸自己的头 牧尘神尊说 敌人在暗 他们在明 谁也不晓得下一秒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小心谨慎点啊 李瑞颖点头 立刻站好 牧尘神尊见李瑞颖勇端正 才唯唯一笑 说他好歹也算李瑞颖半个师父 他可不想听到别人 非以他的徒弟仪表不佳 这让他的老脸该往何处摆 又在说教 李瑞颖听话的频频说 好好好 他知道了 他会记住的 见他乖巧 牧尘神尊就不睡眠 问他是今晚开导怨鬼吗 李瑞颖回 对 牧尘神尊要他小心点 虽然送上来的鬼 清选一定会严格挑选过 但也不能太大意 还是要抱有警戒心 脖子上的下念 千万不能拿下来 短笛也要带在身边 可李瑞颖回 他带着驱鬼扶 鬼看到他会害怕 这样他要怎么跟鬼沟通 牧尘神尊想了想 说驱鬼扶可以暂时拿下来 可短笛一定要带在身上 李瑞颖回 好 他会记得 这时牧尘神尊往殿内望去 说李瑞颖有疗愈人心的能力 那对狐狸也能吗 李瑞颖顺牧尘神尊的眼神看去 裁测牧尘神尊的意思 问牧尘神尊是不是在讲雪松 牧尘神尊没有回答正题 反倒讲起雪松出生的那天 领圣腰王欢喜的在腰界设下宴席 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同乐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领圣腰王这么开心 在所有的孩子里 他最重视的是雪松 只可惜雪松并非纯正的九尾狐 不能继承大位 所以领圣腰王将他取名为雪松 期望他成人后能辅佐雪破 这样他在九尾狐狐独里也能占有一席之地啊 只是后来过了很多年很多年 他再次的去找领圣腰王时 隐约的感觉到领圣腰王与王妃感情不睦啊 且领圣腰王的心中一直挂念雪松和他的母亲 但又不能明目张胆的去找他们 所以他代替了领圣腰王去探视他们母子 一到那里才发现他们母子过得并不好 常被其他的族人欺负啊 可怜的雪松被旁人笑是砸肿 雪松的母亲又无力的反击回去 只能抱着孩子痛哭失声啊 嗨 所以他为了不让雪松的母子再受人欺凌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去教导雪松述法 让他有能力保护他的母亲 雪松这孩子啊 天资聪明 学什么都很快 即使周遭的环境对他诸多恶劣 但他还是保有一颗良善的心 与那被人宠坏的雪破有云尼之别 怪不得林圣妖王会那么看重他 因为他比雪破更适合当妖王 只是后来他忙于昆竹的事 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去找雪松 等他再去时雪松却早已离开了妖界 他多次的向林圣妖王 询问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雪松会走 但那个老家伙不是叹气 不然就是发呆 只说清选来过信了 说雪松过得很好 要他们别寻他 他想回妖界自然就会回去 如果不是清选叫他来人间 他也没想到雪松会变成一个冷酷乖利的人 听完牧城神尊的话 李瑞颖同情雪松哥的遭遇 没想到雪松哥的过往会这么坎坷 他心里的伤痕应该很深吧 所以牧城神尊想拜托李瑞颖 看能不能解开雪松的心结 如果解不开 也不要去挖他的痛处啊 这孩子吃了太多苦了 李瑞颖答应了牧城神尊 虽然他没有把握 但他会试试看着 刹那一个念头闪过去 调皮尔问牧城神尊 是喜欢雪松哥这个徒弟多一点 还是他 牧城神尊取笑李瑞颖孩子气啊 他和雪松都是他的徒弟 都是他的宝 晚上时李瑞颖坐在椅子上 等待鬼差 带怨鬼上来 恩以为会是个轻面疗哑的鬼 结果却是一位身材臃肿的大妈鬼 这大妈鬼手甲靠上了铁链 坐在位置上 车目结舌了盯着李瑞颖 因为李瑞颖的后方 有一群面露凶狠的人 大妈鬼胆怯的问鬼差 他是不是来错了地方 李瑞颖尴尴尬 转身的对这群人说 他们这个样子 他要怎么做事啊 李瑞颖说 他要在这里保护他 并举高手里的藤条 心里想 这藤条在明王大人的法力加持下 变得威力无比 看谁敢欺负他女儿 而周天几捂着大道 囊囊要保护他 施重坤没开口 但肃穆的脸摆在那里 谁看的都会害怕 至于那兄妹俩 就更不用说了 在那里毛毛躁躁的 对鬼叫嚣啊 而蓝轻轻 手也握住了匕首 一副要跟人火拼的样子 虽然李瑞颖意外 是雪松也来了 但还是一张摸不透心思的酷脸 李瑞颖头疼的手拍额头一下 要大家放心了 这里有鬼差 他也有带短题护身 不会有事的 在他苦口婆心下 大家才心不甘情不愿的下楼 等人群消散了 李瑞颖发现牧城神尊居然站在最后面 李瑞颖被打败了 怎么连牧城神尊也来了 也让牧城神尊安心的下楼 顶楼就剩下两名鬼差 以及大妈鬼跟李瑞颖 李瑞颖呼了一口气了 开始与大妈鬼聊天 原来大妈鬼 年轻时是个身材窑窍 漂亮又大方的小姐 因为听信妈妈的话 嫁给一位家境富裕的小开 婚后数十年 他孝顺公婆 努力而持家 教育了孩子 尽心尽力而做好妻子的责任 得到的却是丈夫嫌弃的嘴脸 嫌他年老色衰 体太臃肿 宁愿住在小三家 也不愿回家住 而孩子大了 常年住在国外 一年也只回来看他一次了 他不甘心 他这么辛苦 为了这个家 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妈鬼 渲难欲气的讲述自己的委屈 李瑞颖柔深的安慰 他聊了好一会 大妈鬼的怨气 丝毫不减 李瑞颖只好对鬼差说 明年继续沟通 等大妈鬼回 冥界收押后 清玄问了文判官 清醒如何 文判官回 不如预想 这鬼太难搞了 清玄倒不意外这答案 如果鬼能放下执念 安心的去投胎 那么冥界的鬼 也不会比人间多了 要带文判官 继续监督 万一不行的话 就换其他的鬼上去 千万不要让李瑞颖太累 文判官遵命了 只是李瑞颖这边 还不愿意放弃啊 已经沟通了三天 那大妈鬼 还是哭哭啼啼的 抱怨夫家的事 这让一旁守候的鬼差 感到很不耐烦 所以李瑞颖叫鬼差 去楼下休息 好了会叫他们上来 本来鬼差不敢 但又不敢拒绝李瑞颖的好意 再加上已厌倦了这个大妈鬼 真的照李瑞颖的话去做 秀一声的就消失不见